昨天晚上315晚会大家都看到了吧 说实话每一年315的时候啊 央视这个晚会收视率都是非常高的 我真是不知道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 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看这场晚会 一方面我们当然欣喜记者朋友们非常辛苦的 甚至要做卧底把一个一个蛛虫又挖出来了 每一次看315晚会我都是触目惊心啊 原来我们身边有这么多的大坑 这么多的陷阱 我真是庆幸于自己没有掉到陷阱之中 但这么讲吧 我觉得在过去十几二十年中 所有中国的消费者一个坑都没掉的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另一方面呢 当看到这么多触目惊心的案件之后 我又有点不太想看了 所谓眼不见为净嘛 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了 如果真的要非常较真的 去天天看这样的揭秘视频 说实话 我真是连家门都不敢出 连饭店都不敢去 任何消费我都不敢进行 我们一方面感激 以央视为代表的很多新闻媒体 记者不断的帮我们把这些黑幕揭出来 另一方面我们就想问 为什么这些年来黑幕越接越多 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啊 前一阵子在一个小视频平台 我收看了大量博主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警示视频 于是我再也不敢到外面吃饭了 因为在我眼中不管是大饭店还是小饭馆 不管你吃的是海鲜还是肉类 禽类还是蔬菜 你都有可能中招 你吃的东西都有可能充满着科技与狠活 所以我真是看的视频节目越多 越是寸步难行啊 我们揭黑是一个出发点 但我们最重要的 是不是应当用雷霆手段 狠狠地垂击这些不法商贩呢 真得让他们这辈子都不敢再为非作歹才行啊 不由得我想起了日本的一个案例 就在这两天 日本也有一个黑幕被接出来 日本有家一百多年的温泉旅馆 被当地相关部门揭发说 它的那个温泉泡池一年才换两回水 以至于细菌超标三千多倍 日本不是讲将心精神吗 当然我们也知道 日本也有很多黑心商贩 比如说你是一家百年的温泉老店 而且收费还不便宜 大量的客人去那里 就是为了泡泡温泉放松身心的 谁知道你一年才换两次水 当黑幕被接出来之后呢 当地老板还真正有次的说 哎呀我不换水 是因为我闻不了那个消毒水的味 我觉得一年换两次完全没问题 后来这件事怎么结局呢 当大量的黑幕被爆出来之后 这家温泉老板选择了自杀 日本是有这个耻感文化的 以往确实日本的很多企业 当它的黑幕被接出来之后 当家人不但要鞠躬道歉 最终还真是有可能自杀 我觉得我们真是得把日本这个 质感文化引进来 所有那些为非作歹的商户 你向人家日本这个老板学一学 而不是出现问题了 你拍拍屁股走人就行了 就行了 我想给大家看 我发挂的